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你所有的经历都应该放在赚钱上 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都是为了让自己快乐 不看别人的脸色自由地活着 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最终方法 只有一条 不断地去赚钱 你只有自己真正去做了 你才会打通赚钱的底层逻辑 怎么拿捏客户的心态 怎么打通上下游 怎么快乐地收钱 一切向前看 你无坚不摧 什么鸡毛蒜皮 在眼里都只不过是过眼云烟 不断去思考赚钱这件事 就会不断地逼自己去努力 我手里的东西 怎么给别人提供更好的价值 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吸睛 目的是赚钱 能量和目标都是极度聚集的 这本质上是提升自己的能量场 基本不会有副作用 但很多人每天起床 最喜欢干的是 要么刷手机 看小说短视频 上网跟别人互思 短视频看多了 爽不爽 当然爽 一个刺激又一个刺激 说着说着 一天就过去了 从早到晚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要么就跟一帮狐朋狗友聚餐 逛街 打游戏 什么都干 就是不干让自己提升和赚钱的事 喜欢用自己的本能 去干那些无实自通 毫无意义的事 一旦让他们去赚钱 又会想尽办法 就像扒了他们一层皮一样 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逃避 沉浸在负面情绪 无法自拔 你不管怎么逼他们去努力 都不为所动 他们就只想花钱 不想赚钱 他们还期望最好天上还能掉个馅饼 这样一辈子就不用愁吃穿 很多人人生中 所有的痛苦 包括但不限于上学 恋爱 结婚 工作等 衍生出的所有烦恼 背后的本质 都是来源于缺钱 你之所以痛苦 还处在底层 你心里没点数吗 一方面 你受客观环境影响 出生时 社会资源极度贫瘠 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 让你体验过更好的东西 比如更好的服务 更美味的大餐 在吃上 根本不会就像什么营养搭配 吃的基本上没有要求 能吃饱就行 各种劣质碳水混合 年龄一大 就各种高血压 糖尿病 就连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根本就没有平等 尊重这回事 很多底层的女生 成年之前被父母欺压 吸血 稍微遇到一个 对她好一点的男人 就巴不得为男人 献祭生命 很多男生 做的唯一快乐的事情 就是沉迷于泡网吧 打各种游戏 除了这些低级趣味之外 你接触不到任何其他 能让自己幸福快乐的事情 一方面 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 各种勤俭节约 受一堆无用文化洗脑 这种环境和思想 会长期影响你 把你变成一个 扣扣缩缩 微微缩缩 什么都不敢做的人 你自己就变成了 套子里的人 给自己的精神 上了枷锁 结束好的东西 第一反应 就是自己不配 你越觉得不配 越不敢去为自己 争取好东西 越觉得自己配不上 就会形成一个 固定的恶性循环 让自己越来越穷 底层的垃圾环境 各种落后观念 导致脑子里 都是一堆垃圾江湖 这种精神枷锁 压迫着你 不敢为自己 争取利益 不敢脱离周围人的眼光 不敢特立独行 总是遗传着 一代又一代 落后的思想 这才是你贫穷的本质 但凡你早一点 接触先进的文化 学习先进的思维 用武器 武装自己的头脑 每天都能通过自己 赚大钱 日入几千几万 全世界各种旅行 你还会只满足于鸡毛蒜皮 打游戏 深迷恋爱 这些低级趣味的事情吗 当你靠自己 就能实现相对自由 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 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你通过赚钱得到快乐 愿大于跟别人聚餐 打游戏的快乐 你根本不可能再回到 以前那种 浑浑噩噩的环境中 赚钱的本质 是收钱 你想赚多大的钱 你就要给别人提供 相应的价值 而价值这种东西 从经济学的角度 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 也就是说 是由社会的反馈来衡量的 一个物品 可以定价一块 一千块 一万块 十万块 价格多少 取决于你怎么用 怎么营销 一件物品的价值 是由人决定的 可能就流通一次 两次 也许就不流通了 但是 一个人能提供的价值 是无价的 你要想赚大钱 就必须让自己 越来越有价值 不要做任何免费的 投资自己价值的事情 而是要让自己 越来越增值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您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 订阅 分享 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 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